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在地创生培育营 在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正式开跑 带学员从多元视角出发 认识台湾的地方创生 我们这一次想借由跨领域局跨文化的交流 结合台湾地方特色 拓展全体学员的国际宏观视野 为未来迈向全球发展的一个奠基 欢迎大家到基隆来 认识一下我们基隆的美丽的港都 可以来写一下海洋相关 结合大家延伸母国的 就是父母亲的母国的一些文化 来做地方创生的推广 培育营史业史上来自泰国的学员 演唱泰国歌曲揭开序幕 今年营队共领选42人参加 其中30多位学员的父亲或母亲 来自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等地 希望借由活动认识更多台湾地方特色和文化 妈妈看到这个活动 然后帮我报名 对 今年我要上大学了 就念牙语系的 可以认识更多朋友 然后可以学习一下中文 五天四夜的应对课程 规划跨文化新视野等主题讲座 也走访基隆地方创生的成功案例 在地创生成功的案例 这次只有分享委托航 委托和平岛 那我要跟大家讲 你在这边就会找到非常多的 在地创生的成功案例 希望说激起他们的热情 激起他们的一个想法 那由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验 或者是团队的合作 那创出一些新的一个想法 那这样对创生的一个机会 可能会很多 培育营鼓励学员运用 自身多元文化的背景 和当地地方创生团体互动 分组透过团队沟通和实作脑力激荡 为地方创生注入新活水 同时也期盼学员把握机会 学习不同领域专业知识 把所学带回学校和社区运用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王一文基隆报导